路边十几元一只的烤鸭到底能不能吃 大家好,我是苗昭姐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过路边卖十几元一只的香喷喷的烤鸭 有时候忍不住正想买一只节节馋 但又担心卖这么便宜会不会是死鸭、病鸭或打击醋的鸭子呢 毕竟超市,一只鸭子都要卖几十元 那首先我们来排除死鸭病鸭 因为如今现代化养殖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 所以现在鸭子的病死率是非常低的 一般是不可能有这样大批量且稳定还大小一只的死鸭会员 其实这些十几元一只的烤鸭 它既不是死鸭病鸭,也不是打击醋的鸭子 跟我们平时吃的鸭子品种也完全不同 它叫樱桃骨鸭 樱桃骨鸭起源于英国 它是中国鸭种北京鸭的后代 上世纪50年代末 英国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北京鸭的育种问题 培育出了这一鸭种 由于当时是在英国一个叫樱桃骨的农场里进行研究工作 所以这一鸭种被命名为樱桃骨鸭 现在大街小巷卖的各种烤鸭用的都是这个品种的鸭子 那为什么樱桃骨鸭的价格这么便宜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樱桃骨鸭抗命能力强 生长速度特别快 通常只要30天就能出篮 而且这种鸭子进肉率和饲养转化率也很高 吃下去的大部分饲料都能转化为肉 不会有什么浪费 我们再来算一下它的成本 通常一只小厨鸭的成本约为3元 养30天饲料成本约为每只7元 防疫 消毒 药品和人工费约为1元每只 这样算下来一只鸭子倒出来的时候 所有成本约为11元 养鸭厂将鸭子以13.5元每只的价格转手卖到屠宰厂 养鸭厂每只可以净赚2.5元 屠宰厂经过加工会把肉体 鸭掌 鸭舌 鸭肠 鸭肠 鸭肝 鸭血和鸭毛 分别进行售卖 这样根据鸭的大小规格不同 鸭的肉体可以卖到每只8到10几元不等 其他各种零部件还能再卖8元左右 所以这样单单鸭的各种零部件 就已经产出了接近于鸭肉体的效益了 那通常路边10几元一只的烤鸭 用的就是樱桃骨鸭里规格最小的一种 也就是说这种烤鸭的肉体成本是8元一只 加上烤制费用3元左右 一只烤鸭成本约为11元 售价为18元 摊贩还能净赚7元每只 有些摊贩还会把鸭头单独售卖 这样又可以多赚取一部分利润 经过这样一计算 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 为什么路边摊的烤鸭可以卖到这么便宜了呢 简单总结就是 涨得快成本低一鸭多卖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小龙虾头部到底是虾黄还是虾屎的知识讲解 和大白菜上的小黑点是什么 到底能不能吃的知识讲解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和回复 虾黄和大白菜就能看的哦 除此之外 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600多个 实用有趣 省钱省店 便飞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